今天在马沙用1磅银买了1kg重的瓜 这个瓜英文叫做Maro 我上网查过叫做西葫芦瓜 但是吃下去是有点像折瓜 而且真的超值得吃 我们拿了这个瓜洗一洗之后 跟平时折瓜一样 你看看它这么大 其实一点都不老 切下去你就知道 我喜欢刮一刮皮 刮少少皮 煮出来真的好像在香港煮折瓜 那我先刮皮 其实不批皮 我觉得都可以 虽然这么大 但也很嫩 不过我觉得批皮就更加像折瓜 所以我们怎么切 小心点 不要切到手 我在香港曾经因为切这个折瓜 结果要在医院连了5针 所以大家要小心点 斜切切片 斜切切片 大约3-4mm 我先切一半 你看看里面 其实狼狼都可以吃的 我妈妈会这样切的折瓜 用手指的折瓜 用手指的折瓜 切开一段段 一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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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来煮 即是切成这样 我们可以当香港折瓜 煮粉丝下米 很快煮熟 炒香了 有些姜 你看到 因为刮很多 1公斤 我加了1汤匙有多的油 然后就爆香的虾米 可以炒一炒 等会炒到它有香味 大约都要炒它 分两分钟 好 炒了分两分钟 蒸水真的要爆香 虾米 炒到虾米 你会看到 它的香味很香 聞到味道 那我们就放入瓜 炒一会 炒一会 炒一炒 炒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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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放一点水 进去煮 我们就用回刚才那些虾米水 因为我洗干净的虾米 因为我洗干净的虾米 这里大约都不够100米 这样这只瓜会有些水出来 好像萝卜 所以不用加很多水 盖上油去煮一会儿 煮了6分钟 因为很多 你看我下了这么少水 你看到它出了很多水 你看看像不像折瓜 真的很像在香港煮折瓜 还可以的 我们就要放些味道 放粉丝之前要放些味 我们要放些盐 如果有这么多 我想起码都要放大半茶匙的盐 因为虾米也有咸味 OK 糖就放半茶匙 拌匀 煮溶到味道 最后呢 我们就要放些粉丝下去 再煮一煮 好了 粉丝呢 我就刚才浸了 起码要浸半个小时 而且我预先剪碎 这样容易吃一点 最后呢 就放些粉丝下去 粉丝很快就吸水了 而且很快就煮好了 是的 那我就不会打烟的 我妈是这样做的 我跟回完全是十足十足我妈的做法 这个完全是十足十足我妈的做法 这个 那待会粉丝会吸水了 那就没那么多汁 这个粉丝 西葫芦瓜 煮虾米呢 就完成了 是不是真的好像在香港煮切瓜那样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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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